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话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快按右下角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T台正经话 我们一起追正下 今天T台正经话在台中开讲 大家看 哇 真的现场的天气不太好 这个雨从早上一直下到现在 不过韩半喊出了1229风雨升星星 大家不见不散 首先介绍一下现场的来宾 特别是议员 游淑慧 大家好 大家好 新门市议员 叶元芝 田芝好 大家好 是 还有立委参选人 林嘉欣 以及台中市议员我们的新朋友 黄建宏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旧朋友 老朋友信然哥 大家好 挺难到底 今天大家身上都湿湿的 看一下 舒嬅你从台北下来 雨衣都备好了是不是 我就一路穿着雨衣 是 对 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我们中午大概接近中午到的时候不得了 已经有很多的民众撑着伞穿着雨衣 在大雨中淋雨等待 大家要注意保暖 今天台中的温度其实是蛮低的 袁智也是从台北下来吗 台北下来 你看我头发都塌了 反正推很久 那个胶呢 胶呢 胶呢 赶快喷一下这样子 胶都塌了 你太大了 是 我们先问一下在地人 是 黄议员 健好 今天是你们主办的吗 我知道喊半喊出1229风雨深信心 以及不见不散 要号召50万人 这个有把握吗 其实是这样 因为台中人已经闷很久了 对这一场造势活动其实非常的期待 因为目前的规划来讲 可能这还是选前台中最后一场大型的造势 而且我们召集的目标 是从新竹到榆林嘉义 整个中台湾七线市 都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来共襄盛举 所以今天的来宾也都有 这七线市的首长跟立委的提名候选人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 能够号召到这么多人 一起来前往来造势会场 那为什么喊出这个50万人 那时候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之前年终造势那一场 我们是上开二三十万人 那我们希望说 大家又闷了这半年 然后选前这个时刻 我们能够诉求大家的大团结 能够把所有台湾各地 中台湾各地的好朋友 全部call来这边 而且准备这么大的一个场地 加上这边交通也非常方便 不管你是开车也好 坐高铁 坐火车 来这边都非常方便 所以我相信50万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 所以50万人是有信心的 有信心 不过我们先请婉林 来带我们到舞台的正中央 舞台前方看看 现在已经有很多韩反 还有支持者在现场了 我们看看 那边的情况如何 婉林 这次的主办单位 包括中央社 如果你看到最新现场 整个韩国瑜的挺韩晚会 虽然晚上才开始 不过现场 只有相当多的民众 是已经到现场来排队了 我们看到现场很多民众 他都是在那边冒着雨 在那边来等 不过主办单位相当贴心 在现场也准备了一个大萤幕 同一时间就可以看到 韩国瑜跟宋楚瑜 以及蔡英文的辩论赛 那么现在很多民众 他们是从中午十二点钟 就来到现场了 来冒雨的等待 不过这个大雨 是交不起大家的热情的 他们虽然是乘着伞 穿着雨衣 脚上还踩着烂泥巴 不过他们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他们希望说 能够越早到现场 越能够抢到第一席的一个座位 来看看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现在两点钟 活动六点才开始 但是已经有很多的民众 是来到现场了 不过大家也说了 其实挺韩现场 是不是真的都只有 上了年纪的人 不过我们看到 其实有蛮多的年轻人 都来到了现场了 他们其实就是希望 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因为他们认为说 年轻人对他们来说 是最能够表达心情的 我想问一下 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台北 新北 台北过来喔 几点过来的 早上九点多就出发了 为什么一定要站出来 因为这是关系台湾 中华民国的生殖存亡之外 我们青年人一定要出来支持 我觉得韩国瑜最吸引你的地方 是哪些地方 因为他比较不像以前的 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用批评 跟互相抹黑的部分 然后是会提出他自己的想法 跟让民众去反思 去提醒民众 而不是要让民众一定要 一定要听这些政治人物的话 所以这个是让我支持他的原因 可是今天下雨下这么大 你要这边坐四个小时吗 当然 当然 一定要是用行动来支持韩市长这样子 我看到有民众是从台北冒雨下来 就是希望能够来支持韩国瑜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看到这边这一群的民众 他们是从花莲来的 为什么那么能够力挺韩国瑜 因为他们认为说 韩国瑜才能够给他们很多希望 不过最特别的是 里面居然有一个才18岁的年轻妹妹 妹妹 我想问一下你几岁 18岁 18岁 你今天的装是不是国气装 对啊 为什么要戴国穿华装 因为今天是韩国瑜的造势啊 可是你18岁不能投票 是啊 很可惜耶 那你为什么想支持韩国瑜 因为看了公投很不爽 看了公投超不爽的 怎么说 我们本来公投 同性恋是不能展变在台上的 可是却因为公投的关系 那我反感 你这么年轻的挺韩国瑜 你在同财之中 会有人因为你挺韩 所以特别对你 那些人不要理他了 对 因为那些人挺菜的 算他们这么挺我们还是挺韩国瑜啊 可是我是觉得说 不管年轻人 年轻人怎么想 年轻人怎么想 就是年轻人怎么想要挺菜 然后要炮轰我们 我们就是不理他 我们就是全力挺韩国瑜 你会帮韩国瑜拉票吗 因为你才18岁 会 会帮忙喊票 所以你今天特别跑过来 从台中哪里过来的 风圈 风圈喔 对 你几点过来 我9点多 9点多过来喔 对 你现在下的大雨要等4个小时耶 没关系啊 我就是钢铁韩粉 你对韩国瑜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些地方 他的那个讲话方式 而且我那时候去高雄 他们的爱河 本来是长断的 我去那边 变得很干净 没有臭味 你觉得韩国瑜可以给年轻人很大希望吗 会 可以的 相信他就是了 我相信他 他给韩国瑜给他一个什么加油吗 2020 我希望他会做得更好 我听到这个妹妹呢 他是从台中当地人 他从台中公园跑过来 就是希望能够来支持韩国瑜 因为他认为说韩国瑜是真的能够给年轻人希望的 那么其实呢 现场有很多工会的人都来到现场了 其中比较特别就是呢 有计程车工会的从业人员也来到现场了 他们为什么要全部都要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他们就是认为说呢 韩国瑜当选之后 经济整个才会够起来 因为整个计程车业整个都认为说 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而且经济呢也不会好的 所以这是计程车工会 你们先生请问一下 你们是计程车工会吗 不是 不是是不是 因为刚刚有一个计程车工会的人 是跟我们说 他们来到这边呢 其实就是希望说能够带给 希望能够给韩国瑜加油 所以他们就有贴了补条 是全国计程车工会的人员 是来到现场的 你们计程车工会的吗 大家好 你们为什么要站出来 为了韩国瑜站出来 为了韩国瑜站出来 为了下一代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景气不好 不出来不行 因为如果下雨天 你看这么多人都来挺韩国瑜 也不是说为了什么 为了下一代 下一代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也是很老了 现在六十几了 对不对 再不出来的话 年轻人不站出来 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再来 真的没饭吃了 你是从哪边过来的 竹山 南投竹山 我每一场都去 每一场都到 对 所以你觉得真的一定要站出来 站出来真的不行 为什么 也不是说 特别为谁 就是为中华民国 这支国旗要来 来这边朋友很多 正是一大堆有滑桥 有日本未来的 你觉得过去三年蔡政府执政的怎么样 不好 觉得不好 哪边你觉得最通行的 通行 他都说要民主 民主根本就不行 因为在民主 不用民主 你如果没有跟台南有生意来往 永远 我们真的垮掉 那两头的竹山景气 是不是真的不好 我们这些都没生意好做 真的喔 我们鸡仔一条 早餐下去 需要有看到人 早就没有人 对啊 抬头 现在风景区 只有四个欺骗 只有四个欺骗 你知道吗 那不用人有多一点点 不用餐来都没有人 都没人就不用餐 对 很痛苦 是啊 那除了没套路 除了套路 对啊 所以韩国瑜他就是 吃上苦人多 这很有力 所以他有那个爱心 你看昨天那个拍卖餐 那个阿婆他为什么要输100万 就是为了爱心 没有 你看那一件又值100万吗 没有 你们跟鲍鱼等四个小时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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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高兴啊 上过去台北6月1号也是这样 开心就好 交不起 交不起你们热情就对了 来这边没有环绕快乐 快乐 谢谢 我要看这民众 他是南投竹山跑来的 他们认为说在这里 他们可以看到国家希望 认为说在这里 才能够为国家而战 看到真的现场非常多的民众 虽然六点钟活动才看始 但是现场你看看 满满的都是人潮都来到现场 大家都是穿着雨衣 然后坐在满地的烂草泥林上面 然后来这边看的 不过比较特别是主办单位很贴心 因为同一时间刚刚说过了 在干杯辩论赛 所以大萤幕上就是韩国瑜的辩论赛了 那么同一时间坐在台下 冒雨来替韩国瑜加油打气 韩国瑜加油 韩国瑜盗训 韩国瑜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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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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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民众是在冒着雨 坐在台下 坐在草地上 烂泥巴草地上 替韩国瑜加油打气 大家都是自发心的来到现场 可以说是整个热情是不被大雨给交袭的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镜头交魂给韩智杰 今天除了50万人来台中要号召站出来挺韩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就是今年的2020总统大选的唯一一场辩论赛 现在正在台北的公式举行 你看到的画面 不管是在电视上 或者是在我们造势现场的大一幕上 都是韩国瑜现在正在说话 我们也知道淑慧 昨天好像还有假扮蔡英文总统 来跟韩国瑜市长做一场模拟的辩论赛是不是 那刚刚韩国瑜市长讲的 好像跟你们昨天模拟的不太一样 对 昨天是 我有三个演员 韩市长扮自己 罗志强就扮宋先生 那我就扮蔡英文 凤子可以准备要电报他 不过今天韩市长讲的跟昨天真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看不透看不透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 他其实昨天跟今天都没有看稿 他讲 他就说他讲的都是他心里想要讲的话 或者是民众曾经跟他反应过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觉得说 你内化到心里以后 你照理说就不用看稿子了 所以我一直从第一场到现在 我都想不通 蔡英文讲的不就是你三年来的工作吗 你的工作你的骄傲 你怎么还会需要看稿子呢 连阿嬷跟你说什么都需要看稿子 可不管怎样 没关系 那就是蔡英文总统的风格 那韩市长他的定位 今天的辩论定位很清楚 他不是要去击溃蔡英文 他是要把人民 他想讲给人民听的话 还有人民讲给他听的话 在这一场 最后一场的时候 把他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刚刚他前面 开始从他北農开始一路讲 也是他的心路历程 跟昨天不一样 可是不管是昨天跟今天 其实我们都没有帮他准备 他都没有用我们准备的稿子 他就说 我就是想讲我心里面的话 是 袁芷 我们知道 有外界就开玩笑说 这是一场 读稿机跟韩总机之战 其实比较苦手的一种说法 可是最近有一个叫做反渗透法 很多人都很关心 甚至反弹的力道也非常大 大家都想说 今天反渗透法 会不会是焦点辩论的主轴之一 因为 我觉得最后会不会从 韩市长嘴巴里面讲出来 还是要看他 但是当然 现在大家各界都非常质疑 反渗透法 因为 蔡英文总统下令说 12月31号就要通过 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急 而且一定要在1月11号 选举之前 难道不能够 由新的国会的名义来决定吗 很奇怪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 这个反渗透法就是对准选举 12月31号强行通过之后 几天 蔡英文总统就会签署 就会公告 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影响到选举 非常非常的可怕 反渗透法很多问题 第一个它的内容 到现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连谁都搞不清楚 连蔡英文总统本人都搞不清楚 像上一次宋主席不是哭手吗 说他也有可能成为反渗透法 去办的对象 结果蔡总统说 你放心你不是 你不会 因为你是中华民国总统 委托你去对岸 可是问题是 他委托他去对岸 他碰到习近平 如果习近平只是委托 或者是有一些受疫情 宋主席回来做一些游说的动作 这个不小心就违反了反渗透法 柯文哲也搞不清楚 柯文哲说他办跨年晚会 因为好像有委托给爱奇艺做直播 所以柯文哲也担心 自己会不会成为反渗透法的 第一个被办的对象 然后林飞反讲说 反渗透法如果通过要紧张的人 像吴思怀邱毅这些人 请问一下吴思怀邱毅 他们哪一件事情违反反渗透法 你要不要说明清楚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害怕 很害怕说 会不会不小心就成为反渗透法 办的对象 而且我觉得反渗透法 这件事情可以充分看得出来 大家对于民进党的不信任 为什么 因为你看民进党 为了要对国民党抄家灭族 通过了不当长产的条例 马卓总我都说 不当长产的条例 里面很多条都违宪 除了法律本身违宪之外 他们在执行方面 也都是民进党说了算 像促进转型委员会 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促进转型 但是实际上去年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密室里面 讨论怎么去清算侯友谊 所以如果反渗透法 真的被通过之后 民进党又用反渗透法 来清算他的政敌 那这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辩论会有机会交锋 韩国瑜跟蔡英文可以直接 他问他问你他回答 不要闪避 你把人民心中的疑问讲清楚 这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请赞同蔡总统说明清楚 为什么你要这么急的通过反渗透法 让大家担心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 嘉欣 我们今天早上一早就看到 韩国瑜市长 他po了一篇脸书的贴文 他说呼吁大家今天都戴口罩 为什么呢 虽然今天台中是下雨的 照理说应该空会比较降低 可是没有 中火今天还是火力全开 所以台中今天是唯一一区 好像有子报是不是 所以他要大家就是抗中火保台湾 是不是可以讲一下这个部分 抗中火保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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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概概念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在四年前 订定一个所谓深美燃烧条例 我们要减美四成 这是当初林嘉隆市长 以及蓝绿所有议员 不分蓝绿 完全支持了法案 结果到现在我们中央一直法令 就要强迫台中市政府 让中火斩美许可增加10% 这是很恶劣强压地方去施行 去强害我们地方自治法 所以我觉得中央如果这样满恨满干 但韩国瑜为了我们整个大台湾地区 在居民的乡亲健康 身体安全 我认为他立即跳出来呼吁蚁鹅羊绿 是绝对是台湾可以走 必然可以走的一条道路 而不像民进党一样强推绿能 而绿能大家都知道 从北到南到现在 都是被某个流派 某个流派所侵吞蚕死的一块大饼 所以这才是真正台湾 未来需要该好好思考 我们该走向怎么样的人员政策 我想这方面 张善善副总统候选人 我会觉得说他是韩国瑜 得到最好的一块霸 为什么 当初还没有加入所谓的 征召他接受他 他副手之前 大家都觉得张善善不是人 可是到现在你可以发现 张善善他准备在人员支援 政策这一块 张善善的确是帮助韩国瑜 很大加分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不论你跟我 都应该为了大台中地区 甚至台湾地区 所谓的我们来打扁来混打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接受 一个用强害人民健康的方式 去产生能源 产生电力 我看到韩国瑜这方面 已经做出他最大的产事了 韩总统讲出这些话 这些政策都讲得很清楚 蔡英文总统也要准备接招 他人员政策 接受人民考验 好 观众朋友 你除了在看我们替台真心话之外 现在在公示 今年唯一一场总统大选的辩论会 现在正在举行 而在发言的现在是宋楚瑜 不过等一下我们也会带你来听听看 蔡总统或者是韩国瑜市长 对这一场辩论会有什么样的论述 不过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的户外开奖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一大早台中就下起了 倾盆大雨 不过让我们大家非常感动的是 民众都没有离开了 很多人一大早就撑着伞在现场等待了 晚会六点才开始 我们知道韩国瑜市长要在九点左右 才会来到现场 而这个现场是由台中靖总 这里来主办的 建豪也参与非常的多 那建豪可以告诉我们大概六点钟 是不是整个活动开始 那我知道全国靖总的主委朱立伦 会先上台说话 是不是韩市长会在九点钟左右来 那人都没有离开 我现在看到很多人都在这边 持续的守候 不过也要注意保暖 是不是 建豪 是 其实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 早上从下雨开始 我们这个群组里面 还有很多line里面 就很多支持者就传现场图片 跟我们讲说他们已经到现场了 甚至还拍给我们看说现场 其实有人搭帐篷在这边 等待这边排队 搭帐篷 对搭帐篷 他们提早来这边卡位 可能现在第一排就是 昨天在搭帐篷的这些朋友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说 能够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晚会 那当然晚会正式的开始时间是六点 那当然我们全国的竞选总部主委 朱主席 然后还有我们七千四的首长 包含我们在地的卢秀燕卢市长 当然大家最期待的 当然是我们韩总统候选人 能够来到现场 把这个今天 可能他现在在辩论 把今天讲的话 再来跟大家 回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来带动大家的气氛跟这个气势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韩总统候选人他去讲话的时候 其实他很有办法去鼓动现场的气氛 也可以把很复杂的一个政策 转化成一般民众 能够懂的这种语言 不管是说反渗透法也好 还是包含空污也好 台中人非常非常在意的空污问题 我相信我们韩国瑜市长 现在对这个事情的议题 也跟台中人都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想要问说蔡英文 今天不知道辩论会不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问蔡英文说 那你今天作为一个总统 你对国家的能源政策 你到底有没有缺电 你一下说有缺电 一下说没缺电 当我们台湾政府说 要罚你钱的时候 不给你造的时候 你又说你这样子可能会 恐吓台中市民说 你这样做会导致全台湾缺电 这个后果要由台中市民来承担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那你前几天还跟我们说不缺电而已 那怎么现在又缺电 所以我觉得像能源问题 尤其中火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场总统大选里面 中部人都在看 两边到底怎么表态 是 憲人哥可不可以短回应一下 你希望今天韩市长提出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可以指导核心 有没有想过 我想韩市长他始终 不会用读稿记 我想他的脑子真的是我们猜不透 没有关系 我们都相当的相信他 相信这几场下来 我们韩市长在这个政见发表会 我觉得讲的都很棒 我们都相信他 今天虽然雨下得很大 其实我一大早八点就要到台中来 我跟着三百辆的摊石蛇车队 就沿路的在扫街了 是机车队喔 机车队 包括还有我们的战车 我就站在战车上面 滴雨 我也是希望我们台中人也要站出来 翻转的时刻也需要台中人站出来相顶 我们风雨无阻嘛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市政路 跟我们这个龙门路口 来参加这一场韩国瑜的联合造势晚会 是 现在市政路跟黎明路口的这块空地 是台中的七奇重化区 这里人群都慢慢在聚集 不过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来到现场 一定要注意保暖 你怎么没安打 给你们探索 把这一些摊索 然后你把那里面 我让你靠近开